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家TV秀 有看到這個場景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今天又要來介紹車子了吧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台車 大概是我最近介紹這麼多款車型裡面 最帥氣的一台 你不要太誇張喔 你每一台車看了之後 像上次拍的你就說 這是目前為止 CP值最高 空間最大 你每一台都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像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台車 它已經出到第五代了 一個東西會出到第五代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 不是嗎 不是不是 代表它賣得很好 喔這樣子 那所以今天到底是要介紹哪一台車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台車呢 就是這一台 Toyota VEOS PHEV 我們有超級帥氣的 帥不帥氣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確實是有顛覆我的想像 這一台車真的很不Toyota耶 你看它前面這個水箱罩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有質感 好好看喔 怎麼會這樣子呢 整個車頭設計很流行之外 也變得很年輕耶 最喜歡的就是它這個 C字形的一個車頭燈 我發現啊 這是我們最近啊 有去看那個礦啊 那個造型也都很像 欸沒有錯 最近他們的家族特徵啊 就是採用這樣的車頭設計 看它這邊整個貫穿式的 然後接到它的這個水箱罩來 一點都不違和 那你有沒有覺得它車頭很像一台車 它是一台車沒錯啊 我說出來你會嚇的喔 真的假的 這是網路上很多朋友會嚇的 就是法拉利的最新SUV 法拉利耶 這Toyota怎麼可能 我是覺得它真的帥氣很多 但是像法拉利 你可以P圖給我看一下嗎 我會P在這邊 在這邊 網友隨便幫我來評評看 到底有沒有這麼嚇 欸我發現它這整個線條 還有側邊這個高度 明顯很低耶 有點跑車的那種概念 你知道嗎 帥氣對不對 對啊 像PLACE啊 第五代它總共有兩個車型 我們今天來介紹的這一個呢 是柏金版 它的市售價格是137.5萬 柏金版已經是最頂規的嗎 最頂規的 那還有一般的旗艦版 旗艦版是129.5萬 等級的差別你知道差在哪裡嗎 差在哪裡 高度喔 不是高度 影響高度的輪胎 旗艦版的輪胎呢 是17吋 但是像我們今天的柏金版 是19吋的旅圈 如果是我一定要選19吋 19吋就是帥氣啊 它整個輪圈的設計啊 非常有型 那我剛好跟業代聊天啊 它說目前賣最好的版本 就是柏金版 如果是我 就差那幾萬塊 一定要到頂規吧 而且我剛好發現一個小小細節 它為了可能讓它看起來更像跑車 更帥氣啊 你看它的後視鏡 也是用薰黑的 黑色配色 超級帥氣 整體啊 直接大大加分 然後另外我要補充啊 Players為了它營造有點跑車桿 它把它的後尾門的把手 設計到這裡來了 因為你找了後尾門的把手之後 你會覺得它有點雙門骨配的感覺 沒錯 我剛剛在想說 為什麼這麼乾淨這麼帥氣 我完全沒有想到原來少了一個東西 它整體的感覺會變成這樣 真的在這裡耶 哇 再開一次 好不好開 因為我很怕這種電動車可能不好開吧 欸 好開耶 沒關係 我跟你說喔 好強喔 如果這壞掉也沒有關係 原廠這邊有設計一個機械式的開關 按下去就可以開了 但是可能要很用力喔 我剛剛看你手有在抖喔 暑假到了 你們家的小朋友也跟我們家的小朋友一樣嗎 整天平板看不停玩不停 難不成兩個月都要這樣子嗎 當然不行 有沒有超級大的 這台呢是65吋的電視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邊框 哇 真的超超超小的 距離我們上次換電視的時間大概是10年前了 大家真的沒有聽錯就是10年 我們之前那一台是電漿電視 耗電 掛紙叉 重點超本重 很佔空間 所以升級這台 山水65型 Q-lay 4K的HDR 一斤電視我真的超級有感 這台電視它是採用了4K Q-lay的量子技術 並且有支援 Dolby Vision HDR10 HLG 反應時間只有8毫秒 支援藍牙5.1 並且音效還有支援 Dolby Atmos 在輸入端的部分 這台電視它有4個HDMI 2.0 不管你要連接Apple TV 還是電視遊樂器 這樣的插孔在日常應用上 應該就是綽綽有餘了 另外呢還有兩個USB 2.0的插孔 而且這台山水65型 Q-lay 電視 它的作業系統是採用了最主流的 安卓11系統 而且它有支援非常方便的 Android iOS 雙系統進射 說完規格之後啊 我相信大家現在最想要知道的 就是我們的使用心得 一個月的使用 我最有感的就是它的畫質 真的非常有感 像媽咪我一直都有在看串流影音 不管是Nephes或是YouTube 以往呢因為電視並沒有支援4K 所以這畫質上呢真的有點糟糕 換了電視之後 我立馬把我的Nephes升級到高階會員 那個畫質啊我看了真的會流眼淚 並且電視啊本身就有內建Nephes跟YouTube 讓你不用再額外購入電視盒 當然最後最後會讓媽咪決定要購入 這一台的最大主因 除了呢這一台電視呢 它的畫質非常好之外呢 還有它超級厲害的護眼模式 這樣的話不管是以後小朋友要打電動 還是全家人一起看電視 我真的不用再像以前那樣這麼擔心了 好啦暑假到了最近呢如果大家也有想說 加速可以換電視的呢這一台呢就推薦給大家啦 現在我們來到車尾的部分 車尾的部分一眼看過去就會看到那個大大名牌Prius 右下方的部分呢就有一個PHEV的名牌 代表它是插電式的油電系統 看後面啊跟前面也蠻符合的 也是帥氣的你看這個超級霸氣整個這樣子 另外呢Prius兩個版本啊 它都是標配電動尾門 標配電動尾門喔這加分 不過開心之餘啊我現在看啊這個空間啊 確實沒有很大 對不過呢跟上一代比較起來 它其實是有進步的 以第五代的車型呢 它整個後箱容積流來到264公升 你的意思是說我覺得不大 但是它比上一代大很多 大很多其實是有進步的啦 但是因為它營造這種Coupé的感覺啊 其實也是有犧牲掉一些些空間 如果是用空間換外型我願意 我好像會買這台車就會願意啊 因為這台本來就不是親子保姆車吧 所以應該是願意的 不過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整體啊平整度我覺得很棒 表現很優 那下面的話呢 這個應該就是充電的吧 它附贈在這個地方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個空間不大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把它做傾倒 這個算是六式傾倒嘛 我們來傾倒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看到嗎 把它傾倒之後啊這個平整度啊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起伏的 算是非常的優秀 所以如果說我們臨時可能去賣場啊 買東西啊有需要就是空間加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做平整的工作 我覺得也是非常棒的 我發現它因為它車身比較低的關係 大家剛剛應該有很明顯感受到 我上車完全沒有難度 如果針對比如說有小朋友的 或是家中的長輩的 在這個地方會非常的友善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的後座空間啊 大家應該還是會在意吧 首先呢看一下西部空間 我還沒介紹 大家應該看得到吧 西部空間表現啊 算是優異的 有一個拳頭 兩個拳頭 三個拳頭 還不錯 不過呢 再來在我的頭頂的一個空間呢 大概只有一個拳頭 可能因為它的車身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這樣做起來 雖然還尚可 可是如果以南線來講 我相信坐進來就是壓迫感會比較大一點了 接下來呢就是 座椅的一個舒適度 它的墊子啊算是還蠻軟蠻彈的 可是啊 就是沒有辦法去調整它的椅背 所以呢 你會坐得比較挺一點點 那中間這邊呢 會有一個扶手 扶手打開來 當然就是讓小朋友可以靠之外呢 這邊有一個比較簡單式的 可以讓你放飲料的杯架 接下來我們往前看 前面這個鍋頂的部分呢 雖然還是有的 但是它的幅度啊 就這樣一點點的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邊很可惜的是 沒有冷氣出風口啦 扣一點點小分數 下面呢還蠻貼心的 有附贈兩個Type-C的一個充電孔 讓我們可以隨時充電啦 好啦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我們的前座的乘坐空間 還有一些控控的一些應用 我最期待的前面呢 我一坐進來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設計就是 他們總是會在駕駛座的椅座上面啊 很用心的 這個椅子坐起來蠻舒適的 包覆性也很夠 比較特別的是呢 它的駕駛座是有電動椅的 副駕駛是沒有的 然後我覺得比較貼心的是呢 它的駕駛座跟副駕駛座 都有電熱椅跟通風椅 像我們現在夏天要到 如果有通風椅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現在我覺得我坐椅這邊 怎麼會很涼很舒適 好 中控的部分呢 它是一個非常眼熟的畫面 你有沒有覺得 有最近Toyota的車款 是不是都很類似這樣子 對 他們都用槍銅的這種設計ID 我覺得流線很多 而且很直覺啊 就是這樣子 這畫面很棒啊 相較於上一代 我覺得改變很好耶 因為上一代呢 它是在中間 是一個大大的一個儀表板嘛 跟它的一些數位顯示 但是現在改到駕駛座這邊的話 對於我們駕駛的一些視野方面 會比較直覺 方向盤的部分呢 我喜歡 很小的位 我覺得它的握桿觸感很好耶 我喜歡這種觸感 那這一代的安全系統呢 它也是搭配了TSS 3.0 所以呢 方向盤右邊部分 就有自動跟車啊 還有一些安全設施的一些按鍵 定數等等這樣子 對 然後左邊的部分呢 就音量大小聲啊 前方的部分呢 是一個7吋的數位儀表板 中間的部分呢 就是一個大大的9吋的觸控螢幕 我剛剛有把玩了一下 它這個觸控螢幕啊 非常的直覺 對 而且速度啊 都沒有延遲到 重點啊 畫面也非常的清晰 還算不錯 這次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搭配了無線的Apple CarPlay 喔 無線的這樣子 對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海外的版本 他們是有配備了無線充電 但是國內這個版本呢 它是拔打拔掉了 對 所以是比較可惜的 然後下方的部分呢 就是滿滿的一些冷氣 一些按鈕 非常好按啊 上下錯動就可以了 下方的部分 就是一個充電孔 Type-C的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 這邊有一個置物空間 很大啊 你看 以手機這樣放下去來看 欸 還有空間很多耶 那後方這邊呢 就是一樣有兩個杯架 往後看的話 這邊就是P檔 然後這邊存電模式 以及這個就是行車切換 Auto Hall 還有這個防滑的 那這邊呢 就是多了一點點的置物空間 讓你小小的東西啊 都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這邊的置物空間 它是屬於比較長型的 深度呢我覺得大概就是一瓶可樂的一個深度 這邊還附贈了兩個Type-C的一個充電 好 另外要跟大家補充的啊 因為這一代的車型呢 只有單一個馬力規格 它標配的就是2.0升的自然進氣的 插電式油電系統 全部都是標配TSS 3.0 如果你是選擇薄金版的話 它還會有盲點偵測 跟360度的環境 這個對女生來講非常重要 所以其實可以思考一下 七八萬塊的價格 你除了換女籤之外 多了環境又多了盲點 而且它的銀系統也可以升級到4G 你就多加七八萬 就到頂規什麼都有了這樣 好啦 又到我們的結尾的部分啦 我先說喔 如果今天卸下我是媽咪的身份 小朋友呢我不把它考量進去的話 我覺得這台車帥氣又節能 來來來 你來看一下 請問一下 你知道這什麼品牌嗎 Toyota嘛對不對 看到Toyota就代表它保值 所以帥氣 節能又保值 這台車能不賣嗎 不是啊 它沒有缺點啊 不然你覺得它有什麼缺點 又來又來又來 就是它後座因為要帥氣 你帥氣跟空間是沒有辦法等於的嘛 所以男性如果坐在後面的話 或許會有點壓迫感 就這樣 我覺得你這次分析得很好耶 我就是真的很認真在分析評論給大家 但是我的想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說 其實我覺得這一類的車型啊 非常非常的適合 像我這種人 你是哪種人 我想要知道 我們對於電動車會有點害怕的 因為我們會有電量焦慮症 像這種插電式油電 你就不用擔心了 你有電的時候吃電 沒有電的時候吃油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類的車款啊 非常適合就是說 你現在想要入主電動車 可是你會有害怕 當然你又想試試看 電動車那種省油省電的感覺是什麼樣子 這台車會非常非常適合你 就是既想要又害怕的那種FU 對不對 是不是 推薦給大家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加讚 還有追蹤我IG 那如果想要支持MIMI的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